對 因為就常常發炎 然後醫生就說 勒令我以後不准再穿內搭褲 因為我後來就變成 因為長期穿這兩個 所以長期穿下來就是很容易 以後只穿這種鬆鬆的內搭褲 都很容易發炎 可是我就沒有這種困擾 我以前每天都穿 只是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穿 穿我覺得真的 那個不會這麼的腫 我的腳 然後只是唯一的就是你知道 穿那個醫療級的 你去百貨師看看 只要膚色的 搭腳都多像一隻 真的 因為我皮膚白白的 但是我的腿是很深的膚色 所以看起來很像夾腳你知道嗎 那是外觀對不對 但是妳覺得那個功能性 是有用的就對了 有效嗎 我的腿是真的 就是因為我以前真的很常穿 我的腿超細的 可是我相反 妳看不出來嗎 妳眼睛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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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欣欣妳剛剛在講 妳有撇步 妳的本身的方法 對 不是 因為我們工作的時間 是長久要站的 然後同事他們就會推薦說 我跟你講妳一定要穿Dance襪 然後所以就穿到480 對 可是後來穿到480的時候 妳幾個小時妳就會有感覺 妳就會覺得好像麻麻的 可是妳就不理她 然後不理她之後 回家的時候 有一天真的很誇張 那時候會覺得想說 因為麻 所以是不是有用 應該要瘦了 後來那天回去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抬腳 好 結果抬腳抬了 因為下班回去很累 想睡覺了 然後妳抬腳抬了 大概十幾分鐘 那時候我就受不了 會不會遇睡 結果一睡早天 睡一個多小時 我驚醒起來 我腳完全是麻的 沒有辦法動 完全沒有辦法動 然後我趕快叫我男朋友起床 我就說 我腳不能動 妳把他移下來 他就緩緩的幫我把腳這樣子 移下來 我說怎麼辦 怎麼辦 要不要送醫院 然後他就說沒關係 先等一下 因為那時候半夜 他一懶你知道嗎 女性為了自己的腿的美醜 付出這麼樣的大 對 一開始就講了 看女生 第一個就是看腿 對 看腿很好 是… 我們只好這樣子 也對 好 有這兩個行為模式 我們小心的是什麼呢 要來小心的就是 會造成血液循環不良 還有水腫型的粗腿 水腫型 黃醫師 為什麼呢 我們會知道就是那種縮腿襪 它的目的是要縮腿 就讓你腿變更瘦 對 那問題出在什麼 問題是使用不當 因為像小潔那個就非常常見 就是我們會看到很多人 喜歡穿小一號的 對 就想說把它塞得更小 可是其實它的問題 就會它造成更多的壓迫 因為其實像比方說 靜脈曲張襪 或者是這種縮腿襪 它其實都有一定的彈性 它這個彈性的目的 就是希望讓你能夠讓血液 能夠回流得更順暢 所以就是防止那個靜脈曲張 跟防止一些水腫的狀況 可是如果你今天使用不當 譬如說像那個 晚上穿的那種縮腿襪 它的腳一定是空 就是你腳只是露出來的 對 所以它不會一直壓著 因為我們曾經看過什麼狀況 就是它是穿著那種 白天穿的 白天穿的 然後晚上穿 想說反正都差不多省個錢 然後呢 它的腳指頭 我覺得一直被這樣凹著 大家都有經驗 就是凹著 凹的時候 它指甲又太尖銳 所以就是搓到它旁邊的肉 對 然後到早上起床 它脫掉的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走路的 可是有種另外一個情況 是緊身褲 緊身褲大家穿得很緊 你坐著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 很難挖的 很卡 對 然後有一種更緊的那種緊身� 是牛仔褲 到膝蓋都快不能彎了 那還有不能蹲 像這種都是太過 那太過的時候 它其實會壓迫到你的肌肉 那肌肉如果壓久了之後呢 它其實也會影響到血流 所以它的 它整個出現的狀況 就是在 那些地方其實我們的血流 跟神經傳導 它需要很順暢 才能夠讓你的下肢 是很正常的運作 所以久了之後 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就會變成說 有一些人他覺得說 就是腿有那種麻 或者是痠痛的感覺 它很有可能是因為 它太多的加壓 造成痢狀肌這邊過度的收縮 然後形成像這樣子的症狀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做腿襪不是不能穿 它不是不能穿 因為它畢竟有 它有特殊的設計跟功能 然後你就按照它的尺寸 比方說你165公分 你就不要去買160公分的 賣給錢 對 其實太低了 對不對 反而造成傷害 對 然後再加上腿還故意抬起來 抬到麻 抬到睡腫 到底可不可以抬腿呢 因為抬腿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覺得說 我好像要有感覺 就像拉筋伸展 要有感覺要痛到 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如果你會麻 基本上都是因為 就是意思是說 我們在抬腿的時候 你的 你在抬的時候 你的腳一定是往上 然後你可能只有 在腳踝的地方有支點 就是放在牆壁上面 對 剩下都是空的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你的臀部 所以你這個時候 你所有的重心跟血液 都會集中在你的臀部這個地方 它是只有一個支點 再去做支撐的 所以久了之後 一樣就是肌肉 血液這些 它就沒有辦法去做很好的運用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建議 如果你真的要抬腿 也不是不能抬 你就是下面要有支撐 所以你可以 然後你的膝蓋 是要去做彎曲的 盡量不要讓它打直 那時間呢 時間的話 大概10分鐘15分鐘就夠了 就夠了對不對 對 其實因為它是一個舒緩 它的目的是舒緩 它不是有其他特殊的功能 沒有辦法真的馬上消水腫 腿的水腫 大概10分鐘15分鐘 其實就夠了 如果說你平常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要穿著緊身褲跟這些襪子 然後又站很久 坐很久 都沒有動 那個就會加速它水腫的狀況 了解 不過像這種類型 血液循環不良 跟水腫型的出腿 秋醫師 我們怎麼判到我們是這種類型 對 我剛剛有聽到文華問說 你腿抬高對不對 能不能稍微消水腫 其實你一個概念 我們活在這地球上 有一個力量擺脫不掉對不對 對 謝謝 所以你只要一醒來 不睡覺你就開始 你坐著地心一定往下拉 所以你們要判斷 你的腿是不是水腫型 很簡單 如果你早上量腿微 40公分 晚上量43公分 我告訴你 你就是水腫型 站著量還是坐著量 都可以 可能越晚 對 只要因為時間 早上跟晚上會變粗了 那就是水腫型 第二種是什麼情況判斷 就是有時候 你們會去給人家按摩對不對 對 你腿瘦這樣按 對 向心端按 對 按一按腿 再量真的變細了 那就是水分 所以那就是水腫 不是還有一種量 不是還有一種量 是你壓嗎 壓上去然後看你 彈不起來 對 那個是病態型的 病態到生病了 腎臟有問題 然後壓是不是病態 不是 正常人不會這樣 正常人不會這樣 不是 壓下去 然後看你那個白色 會不會是壓 那個叫 就是拗下去以後 三秒 五秒還回不來 有沒有 那個就是因為它水分 積得太過多了 沒有辦法靠著組織彈性 把它彈回來 那是病態型的 病態型 對 但是他們剛剛不是有提到 那什麼彈性化的問題 你們都用錯方法 我跟你講 彈性化是真的可以 稍微消水腫 然後也會讓你的腿變細 可是你知道嗎 讓外力加壓 來改變你的腿型 有兩個原則嗎 我講過對不對 一個力量要大對不對 時間要長 然後時間跟力量哪個比較重要 時間比較重要 時間比較重要 對 又說 你的力量不要太大 像允潔 你那個力量放小一點 不要那麼緊 但是你時間穿得夠久了 你懂嗎 對 才能夠對抗地性引力 可是它都穿來睡覺的 有效嗎 但是它太緊了 就穿到剛剛不是在問說 會不會黑掉以後怎樣 截肢的 怎麼樣 爛掉了 潰爛了 你們總是壞死的 對 所以就是要買剛好大小的 然後可以穿很久 對 這個才是重點 那你的酒是可以到多久 除了睡覺不穿之外 白天可以穿8到9小時以上 可以 那我舉例 有一個美國老太太不是我講過 她腰是全世界最細的 她46歲才開始受腰你知道嗎 對 她一天24小時穿幾小時 23小時 對 只有洗澡的時候拿下來 連尿尿她都穿著 對 或者還是要動一動 對不對 來試試幫我們示範一下 怎麼樣動可以擺脫 這個水腫型的肥胖 我們要做的這個動作呢 很適合上班族 就是上班的中間 因為我們都久坐 那久坐很久的話 你就在你的辦公桌下面 做什麼事情呢 你的把一隻腳離開地面 稍微讓它就是懸空之後 往上往下去做晃動 背可以靠著椅背嗎 背 肚子要收 要收 好 然後腿不要太開 那就是不能靠就對了 然後腿不要太開 大腿好痠喔 腿要進來一點 兩隻腳要並一點 然後我們上下上下的 去做擺動 我們往上的時候呢 後面這邊要有拉開的感覺 小腿好痠 我的大腿已經好痠喔 好 往下的時候 腳踝也痠 對 腳踝也痠 往下的時候前面這邊 要有痠的感覺 我們兩邊去做晃動 而且還要縮小腹耶 對 要縮小腹 然後大腿要往內夾 就是不要讓它就腿開開的 好痠喔 然後我們做了10下之後 還要換邊起來 一樣離開 往上往下 其實就輕輕動 我們就 然後不要做太快 不要做太快 慢慢做 對 要慢慢做 我們就這樣做 然後就是在上班的時候可以做 上班做 這樣剛好邊寫一份企劃 可能要寫很久 對啊 很分心耶 不會丟了工作 分心喔 對 後面就是盡量上半身要 要停 不要妥下來 要停起來 好 肚子往內收 然後回到家之後 空間比較大了 在沙發上可以做什麼